HELLO 大家好,我是電話少女Emma 今天我們在HTC E9 Plus的發表會現場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要拿這兩支 這支是金沙白,這支是碳油黑 是他們兩個首先推出的顏色喔 那我們就從Emma比較喜歡的金沙白看起來好了 這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5.5吋的大螢幕 基本上它重量真的很輕 一開始就是Emma拿到的時候還想說 是哪裡有不對勁的地方 因為它的重量就只有不到200公克喔 然後大家可以靠近一點看 就是它這次也是採用了雙色的塑膠外殼 那基本上就是看起來是還蠻有質感的部分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正面的地方 它其實有金屬邊框的部分 然後在它後面主鏡頭外面也有就是一圈金色的 看起來是不是還蠻可愛的 而且HTC有搭到喔 也是金色的耶 然後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它這次呢採用的也是棒棒糖系統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最主要的特色呢就是下拉式選單呢 是兩段式 那這次呢採用的是2K螢幕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畫質 其實就是還蠻不錯的 另外呢這次Emma最想要了解的呢 就是它的鏡頭啦 因為它這次採用主鏡頭是2000萬畫素喔 我們來看一下 欸 為什麼一開始就是自拍呢 被發現 對 剛剛已經玩得很寂靜的一個方式 其實效果是真的還蠻不錯的耶 那我們當然還是一樣囉 要來試試自拍的部分啦 它這次自拍啊也是採用就是 跟比賽8126一樣是Ultra Peso的技術 所以其實照起來 欸 怎麼沒有我 照起來呢 其實是挺不錯的 啊 你們這麼白癡的樣子 隨便去掉去掉 那基本上啊 就是Emma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有空的話 從下週開始4月28號 就可以到我們試看囉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 在照片上的感覺啊 跟實際你拿在手上的質感 是還蠻不一樣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外型 是不是你喜歡的囉 大家掰掰